香蕉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水果还有它的亲戚芭蕉 毕竟香蕉是美味和甜蜜的 我们怎么能不爱它们呢 很难抗拒香蕉的甜美和饱满的味道 这就是香蕉的魅力所在 然而对于香蕉爱好者来说 有一些坏消息在地平线上迫在眉睫 香蕉有可能要灭绝了吗 下次你在杂货店的时候花点时间欣赏一下香蕉 不要认为它们是理所当然的 当我们人类一直省近在与Covib19的斗争中时 这些看起来普通的水果 一直在与它们自己的大流行病做斗争 一种名为热带竞赛 TR4的毒性疾病一直在缓慢而稳定地摧毁世界各地的香蕉农场 TR4也被称为巴南马病或镰刀菌枯萎病 有高度传染性没有已知的治疗方法 一株植物可以隐藏感染的迹象长达一年之久 继续看起来很健康 直到它的叶子突然变黄和枯萎 当你发现它时已经太暖了 这种疾病很可能已经通过土壤中的包子在靴子 植物机器或动物身上传播 剩下的就是执行相当于香蕉的COVID-19 预防措施一一对靴子进行消毒 防止植物在农场之间移动 这或多或少与洗手和社会疏远相同 并希望得到最好的结果 Kavandish是目前市场上最常见和最丰富的香蕉类型 然而曾经有一段时间 大多数香蕉是Gross Michel型 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 它们都被Kavandish型所取代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和喜爱的香蕉 那么这个伟大的香蕉转换从何而来 为什么会发生 以及香蕉灭绝的可能性是什么 让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心爱的香蕉的历史 以及为什么科学家认为它可能要灭绝了 那么香蕉是否会灭绝 事实证明热带种族TR4 一种较新的巴拿马病菌株最近突然出现了 患有这种疾病的香蕉植物从底部开始死亡 影响其血管系统使其无法获得水分 如果不阻止热带种族4号 香蕉叶可能会被消灭掉 由于目前的气候危机 Kavandish正在全力遭受这种疾病的困扰 随着气温升高 香蕉种植园的天气变得更加潮湿 黑斯卡更容易传播 这种疾病是由一种真菌引起的 可以追溯到1900年代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任何杀虫剂或其他治疗方法 可以阻止巴拿马疾病 那么如何才能使香蕉免疫灭绝呢 嗯 目前正在考虑几种不同的方案 正如你所看到的 在全世界一千多种香蕉中 只有Gross Michel和Kavandish 进入了生产环节 这有几个原因 与其他香蕉种类相比 这两种香蕉的运输成本最低 它们的保质期也较长 因为它们不容易碰伤 而且皮肤坚韧 除此以外 它们的味道也很好 此外 许多消费者觉得购买这些香蕉很舒服 因为它们对这些香蕉很熟悉 然而 许多其他类型的香蕉对TR4疾病有抵抗力 新的香蕉图谱技术可能使研究人员 能够检查其他香蕉品种的基因构成 以寻找抗TR4的特性 并将其添加到卡文迪许香蕉中 另外 香蕉可以与其他植物交错种植 或者每个种植人可以种植较少的香蕉 通过减少一块土地上容易生病的植物数量 可以提高抗病性 所以在人类对抗病毒的期间 一些植物也同样也处于这样的过程 我们现在吃的香蕉已经是 上世纪灭绝几次后的改良品种 所以珍惜目前手上眼前的香蕉吧